这一仗我们绝不后退 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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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牛 牛牛 没想到机械哥斯拉的伤害如此之高 牛魔龙只是受到了边缘伤害 就已经倒地不起 但幸运的是 我还能听见他的心跳声 这说明牛牛还活着 为了打败机械哥斯拉 必须将牛牛救醒 于是我先返回家里 准备让鳄鱼柱子和战马 释放洪荒之力 刺激牛魔龙 但没想到的是 机械哥斯拉居然闻着气味 来到了我家 简直是欺人太甚 忍无可忍的我 一忍再忍 终于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我 选择了忍辱负重 唉 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不好 机械哥斯拉开始动手了 他的进攻手段 知己了当 原子吐袭 阿花 战马 柱子 还有其他被驯服的恐龙 傻孩子们 不要打了 你们快跑啊 结局并不重要 细节也不必在意 我的家 我驯服的所有恐龙 全部消失在机械哥斯拉的进攻之中 他夺走了属于我的一切 死仇不报 使不为人 我忍着心中的剧痛 开始返回牛魔龙晕倒的地方 现在必须要加快时间了 因为机械哥斯拉正在追杀着我 必须尽快救醒牛牛 展开反击 前面就是通往辐射森林的另一个路口 这是机械哥斯拉第一次出没的地方 里面说不定有什么线索 要赶紧继续看一下 哦 潮湿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 差点让我晕了过去 我发现这里长着比人还高的大蘑菇 看起来十分吓人 必须小心一点 大愿往里面走了一个小时 突然整个视野开阔了起来 我的天 这里面真的是别有洞天 建筑树木 全部都无比巨大 看来能出现恐怖的巨兽也不足为奇 我穿过一条狭长的桥梁 发现了一座钢铁机器 但此时的我 并不明白它的作用 只能看见一个破损的屏幕在闪烁 却无法看清上面的内容 唉 难不成要白来一趟 我失落地低下了头 却被一个微弱的光刺入眼帘 好家伙 这是什么 以前从未见过呀 看看这颜色 好像跟机械科斯拉有关 难不成是它的能量模块 哦 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 还是赶紧拿给牛魔龙试试吧 我将这模块放在牛牛嘴边 只感觉周围的温度越来越高 不好 难不成又要爆炸了 开天牛魔龙 愤怒来袭 只见牛魔龙再次进化 成功化身为开天牛魔龙 体型更加巨大 强壮的肌肉充满力量 冒着火焰的尾巴 代表着怒气 此时的我和他的双眼 一样充满发气 看来 比机械科斯拉的终极一战 要来临了 哇 冒牌的歌总 你已经找我多时了吧 如今我就在你眼前 你看我几分 像从前 哇 牛魔龙 咱们上 震天地垂 牛魔龙双手垂入地面 砸出地狱之火 绝情贴手 锋利的爪子乌情挥机 划破敌人之皮 地狱吼将 愤怒的火焰从口而出 融化对手铁锡 就这样我骑着牛魔龙 和机械科斯拉展开了这场史诗级对决 双方的技能伤害无比之高 天地万物之间 生灵魂飞魄散 宇宙洪荒之内 星辰坠落不现 双方你来我往不停攻击 大战了七天七夜 体内的愤怒值已经到达极点 终于 最终大招要开始对决了 机械科斯拉 原子突袭 开天牛魔龙 烈焰焚天 这一仗 最终的